那个男人他来了 他没回来 但是他来了 带着他造了9年的PPT汽车 法拉第FF91 他很会选时间 都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好做 所以他拖了这么久 在电车市场逐渐完善的今天 他终于宣布要上市法拉第第一台量产公路车 这期视频我们不聊过去 不聊个人 就聊聊他说的这台车到底有多领先 提前给你们打个预防证 这场发布会给人的感觉依旧不真实 依旧是PPT的感觉 按照老贾的说法 这台上市的新车不是初代的FF91 而是更新迭代后的2.0版本 是移动的生态仓是汽车界的新物种 他在视频里就要说 FF91有三大卖点 分别是尺寸 动力 智能 还跟国内的宣传方式不太一样对吧 之前其实我也发过这台车子介绍 从基础参数来看 FF91是可以秒杀国内任何一台电控车的 先看最基础的 动力 这都上市接受预定了 作为消费者的你们目前只能了解到 FF91采用三电机布局 最大输出马力超1000米 峰值扭矩超1000牛米 至于这个零百提速 老贾说是零百提速2.27秒 但官网写的是0到60英里是2.27秒 但我相信老贾他毕竟他下周就要回国了 三电机应该是前一后二的布局 采用的什么电机位置 转换效率位置 再有就是尺寸 可能我查询的方法有问题啊 我查不到 以至FF91的轴距为很大的轴距比 尺寸是非常大 属于一个庞然巨物 请各大研究生超高材生 根据已知条件帮轮的求一下具体数值 再有就是悬而有悬的操控 悬挂信息未知 但FF91很厉害 属于是大象也能跳出极致的舞蹈 再有就是智能 那就是国内那些什么自信巡航啊 变道辅助啊 L2辅助驾驶啊 其他承诺的AI智能 还有高级辅助体验功能 后续将以OTA升级的方式 进行推送 对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啊 这些功能都是需要订阅的 一年大概1.5万美元左右 最后就是这个价格 30.9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200多万 即使迪配也得20多万美元 国内外呢 同步开启预定 但优先供应美国市场 咱不是当初说好了 不坑自己人的吗 怎么又开启 跟国内预定了呢 应该没人会定的吧 我是极度车子 双击观众告诉我 你想看什么之后